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繼續我們即場教導資問必答的環節 這兩節的嘉賓都是來自要財證券的事務總監國師志先生 郭瑞你好 早安 跟進市況 現在恆指升近340點 而國企指數升近227點 轉看內地收市上半周的表現是怎樣 上證指數跌了8點收市 2495點 日中低位見過2489點 另外戶心300指數跌了11點 2716點 而深淨城指數跌了67點 10473點 有事想問的話 大家勇約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是204-6566 電話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郭Sir先回答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Ricky發了電郵來問1900中國智能交通 他問一下你 他本身在1.34就已經買入 他問一下你 紙攝位應該怎樣訂定 以及上網空間是怎樣看的 看看現價的表現 最近1.39元 現價就接近3% 怎樣訂定好 上網空間和紙攝位應該怎樣去部署呢 去年7月15號 掛牌的 招股價是3.49元 哎呀 看完招股價真的要零頭 到現在為止足足沒有了2元 你說殺傷力大不大呢 一年來的高位仍然是5.92元 早日的低位曾經見過多少 即是10月的低位 是6.1元 5.92元 6.1元是跌多少 90% 有時股份跌上來真是很可怕 所以一直以來 我們推介股份 都會是 給予一個技術上的紙攝位 慎防萬一市場有變也好 或者其他因素有變也好 令股價突然回頭的時間 如果有紙攝位在這裡 我虧這麼多就離場了 最低限度 我不需要承擔太大的風險 如果你五個多人錢買 沒有定低紙攝位 一直跌到六七號 終於忍不住 才估計出去 現在就不用說了 當然是 真是損失慘重 這位朋友 其實都是過幾人錢買的 相對來說都是近日買的 至攝位要留意 一個星期來的低位是3.3元 我想我就不會比得那麼低 先講基本因素 以往值五倍多的市場率 就不算是高的 不過股份有時升和跌 未必完全反映基本因素 技術上來說 暫時來說 如果要擺紙攝位 有兩個 一個就擺過3 但過3剛剛你買入價 所以暫時來說 應該就不需要考慮了 就反為過二銀錢 大家看圖就知道了 過二銀錢 早前是有技術上的 防守據點 之後一支揚竹 急升到上去 近日的高位是1.9元 嚴格來說 初步的阻力應該是過勞銀錢 如果能夠成功突破過六 目標應該直至過八或過九 值得一提的就是 整個形態暫時來說 是斷定了 不過就好像未形成一道短期的上升軌 股份是需要這樣下來再上 拿到低點 然後再拿回早前的低位 我們拉上去才可以形成一道短期的上升軌 暫時形成不到 只不過就是 一直以來股價都是持續向下穩低位 暫時來說 已經擺脫了持續穩低的形態 不過這一分鐘 是屬於一個低台的整庫代變的格局 相對五個多的股票 現在過幾銀錢的叫低台 暫時來說 過二銀錢做止洩 初步的阻力是在過六 如果成功突破過六的話 可能會試一試早日的高位 是過九銀錢 由於市盈率估值還是低 我想是有利的股價 稍微略略整固之後 再走上去 唯一要說就是 股份的動力是不夠的 所以這一分鐘暫時來說 都是在十天線樓下走 這就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謝謝郭Sir 多謝Ricky的電郵 再回答另外一位家庭觀眾 還有陳美生的電郵 郭Sir也問了幾次 他想問你 以下哪幾隻股份 可以長線持有 給了幾隻 編號390的中國中鐵 也有2083的中國地板 也有697的首長國際 以及2789的遠大中國 問你哪一隻可以長線持有 不如我們選一隻 選一隻就難選了 不如選兩隻 第一隻390我就不選了 因為中鐵始終來說 我對一系列的鐵路相關的股份 或者基建股 我都是看得很保守的 首先鐵路部現在負債是2.9萬億 聽清楚是2.09萬億 即是債務重得很厲害 相關的基建股又怎樣看法呢 原材料又升 鋼材又升 甚麼都升 其實毛利不斷被削弱 可以解釋得到 為何相關的基建股 一直以來都跑輸大股 當然跌了很多 所以390暫時 處於一個跌後的技術上的反彈之中 如果你要搏的話 目標暫時不要太高 3.06萬到3.12萬 技術上的止瀉位 如果真的拿了的話 要小心 因為這一刻 已經是試一個星期來的低位 如果要選的話 我想四隻當中 第一隻我不會選的就是他 第二隻就是697 其實我選不選呢 我都未必會選 因為鐵礦石就越來越貴 鐵礦石回來之後 提煉成為山鐵 山鐵如果再提煉成鋼 你又要用焦炭 其實焦炭現在兩千多元一噸 鐵礦石又貴 原材料又貴 提煉成本又貴 但是售價就不能夠提價 所以假釋得到一眾的鋼材股 早前來說都是持續疲弱的 不過十二五的規劃就說了 希望2015年之前 自己的鐵礦石供應是45% 入口的大約50% 這個消息就令到一眾的鋼材股 近日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上升 第一就是當中整個大市 處於一個高台 是咬著高台不放 第二就是多多少少 是有些投機炒賣的活動 但是我自己覺得 始終環球的經濟還是不明朗 剛才的價格 我自己在一個短期 不敢說長期 短期下都是看得比較保守 所以697如果策略上幾毫子要買的話 我不反對 但是初步的阻力應該是六毫子的 如果你要短炒的話 給你一個止褶位 四毫九仙半 小住就買沒有相關 剩下來了 就是兩隻 中國地板 我先申報 我是持有的 主要來說 內地的地板 它是首執貿易最大的 而且又做木門 八百萬套保障性的住房 一套 即是一間屋 嚴格來說 兩個睡房 一個廁所 一個洗手房 一個大門 起碼都是五道門 八百萬套 說的是多少道門 是四千萬套門 市場的發展空間是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 這隻是可以考慮去買的 不過短期來說 暫時的支持是過百元錢 留意一下 初步阻力是兩個二 剩下的就是二七八九 技術上來說 它是全中國最大的玻璃幕牆 商業大的玻璃幕牆是去做的 股價早前曾經見過一個三號字 現在處於一個聲效的調整之中 如果有機會 我說有機會 抗近1.1 左銀水平 可以分住去買 我看好的 這兩隻都 所以四隻入面 就應該選一隻二零三百 中國地板 以及二七八九 遠大中國作為長線投資 是二零八三 是二零八三 好 謝謝郭Sir 也多謝陳美生的電郵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我們 即場駕路之後 問必答的環節 不要慘了